欢迎来到龙凤德州 来看这一手牌啊 大本口袋9 牵手做的家住 被查尔斯用一手八钩草花推了回来 一万两千刀的三百 好家 查尔斯这是不想让其他人看牌啊 一对9 一对6 一对7 看看谁的头比较硬啊 能跟得动 大本要来了 大本跟住的话 Nick真的可以盖掉了 当然啊 Bill Clean的一对7 盖了也没问题 多美啊 边玩牌啊 边吃东西啊 边喝酒 这生活真的羡慕不来啊 大本跟尼卡尔布说 赶紧吃你了去 不要再琢磨这手牌了 你跟不动 尼卡尔布4掉 Bill Clean呢 这手口袋7吧 如果进尺也就是碰个运气啊 一万两千刀去赌一下翻牌有没有7 有7呢就大杀四方 没7呢一万二白花 其实我倒是觉得 人很多的时候啊 可以去拼一拼啊 因为后面的隐含赔率啊会非常的好 Bill Clean 四败到了三万五 也就是对上查尔斯他敢这么搞啊 查尔斯今天晚上打的确实比较疯狂啊 而Bill Clean呢 这手牌其实赌的还是挺对的 查尔斯牌真的不咋样 可是查尔斯他就call了 而大本这边 笨也跟住了 哇 这底池翻钱直接上了十万 可怕呀 真的可怕 看看谁的运气更胜一筹 完了 有七又有勾 哎呀 今天晚上查尔斯到底是要输多少钱呢 来看看富豪Bill Clean啊 怎么来拿取价值 天哪 一个in一个call 哎呀 太疯狂了 只发一次牌 确实啊查尔斯几乎没有胜算啊 必须转牌 看到一张勾或者一张八 可能还有点细 一张十 完了 没了 呵呵 AK都能赢我 盒牌 一张方块三 查尔斯是真没想到啊 Bill Clean的运气啊 如此之好啊 24万四的底池 恭喜查尔斯 输了个精光啊 继续来看这手牌 查尔斯A2 加注到一千 大本六八不同色跟住 David口袋十 三百到了三千 尝到了甜头的Bill Clean 现在拿到对子啊 估计他都要打一下 直接四败到了九千 九九十十的单挑 那么来看翻牌 果然呢 又有九啊 Bill Clean今晚运气啊 是真的有点好 翻牌面口袋十 仍旧是一个抄队 必要先开一枪 很标准的三分之一 这个下注 David又怎么能够拒绝呢 还是回去好好看牙吧 天呐 又来了 转牌一张九 行了 这么发 那我觉得 David肯定是觉得 自己口袋十是领先的 check check 合牌一张草花四 真稳啊 口袋十继续过牌 他可能也怕Bill Clean是真的有一张九 在这钓鱼啊 三万四的坡 这是两四万四万五千 直接推出一个超池来拿价值啊 感觉 David又要上套了 打的越像是 Bluff把牌手啊 去抓的可能性啊 就越高 Bill Clean转牌的过牌啊 确实迷惑性比较强 David这边还是cola 四万多刀的盒牌价值啊 看到Bill手里的两张九 David也是笑出了声啊 完完全全没有想到 继续来看这手牌 尼卡尔布A7不同色 Race到一千 Bill Clean K9不同色跟注 Charles K8不同色跟注 三BV的火星哥 719不同色也call了下来 这一群人啊 互相占掉了不少奥斯 但是翻牌呢 还是有八有九 而且最关键的牌面啊 三张方块啊 天哪 方块K在Bill Clean手里 方块A在尼卡尔布手里 转排长 Miles 一张草花5 X2 而这个一对八下注一千 然后呢 看到两个跟注啊 ệuір принципе永迷也call了下来 静静的等待着合牌的第五Que 这一张方块 八九 方块 哇 这是一个超级铜花顺面啊 单张方块石啊 可以做成铜花顺 而尼卡尔波呢 拿着A花只敢打2000 哎呀 这个牌可惜了呀 打个一万 比尔克莲是一定会去扣的呀 一个打得战战兢兢 一个跟得卫手卫脚 这俩人谁也没施展开呀 最终底池只被锁定在了一万多刀 接着来看这手牌呀 WMK圈Race到1000 查尔斯圈九黑桃 300到了4000 4400刀的挤压 并没能够奏效啊 还是四个人的底池 翻牌279 翻牌面 WM拿到了铜花听牌 这个牌面 查尔斯的顶盾啊 还是可以进攻 但是怕是很难奏效了 直接打一万 查尔斯打得凶 但是Francisco并没有走 面对一个下注 一个跟注 铜花听牌 怕是很难反打了 反打也很难打走所有人啊 直接跟下来 来看转牌 黑桃狗 那么这一张黑桃发出来的话 应该说这一张狗发出来啊 这应该是两个 哇 这是两个卡顺听牌 这等于是全部卡到了顺子 这个牌很恶心啊 单八成顺 Francisco小顺子 先打 15000刀的价值 而WM的Nats顺啊 他要仔细想一想啊 自己打多少合适 万一对手有八呢 要打就打大一点啊 六万五千 直接推出一个满池 差不多也可以了 Charles只有一对9啊 盖牌当然容易啊 可是Francisco就没那么容易走了 可能他在想啊 虽然我是两张八 但说不定 这WM也有一张啊 又一个大抵持诞生了 恭喜DoubleM 一手大顺子啊 迎走了整整十万块 好 再来看这一手牌 也是牌桌上最后的战斗了 Francisco圈六红桃 枪口位平扣入池 我还没注意啊 什么时候加上了400的三臂 Bill ClintonA7不同色 装位Rest到1200 我新哥K10黑桃 大忙未跟住 翻牌 456的三张草花 好家 Francisco中六 那么Bill Clinton呢 双头顺听牌 外加铜花听牌啊 所有人都过 转牌一张八 这牌发的 真的是给Bill Clinton量身定做呀 Bill打三千 直接丢出一个满池 而Francisco似乎不信 没草花 也没有七 竟然跟得动 最后合牌一张圈 完了 Francisco变成圈六两对了 这下真的要任人宰割了 Bill再次推出一个超池 哎 头是真的硬啊 不过虽然说连续几手牌啊 Francisco输掉几个大底石 但是今晚他应该还是赢的 前面打的实在是太顺了 好 那么随着这手牌结束 这期视频呢 不对 这张牌桌的战斗呢 就告一段落了 咱们最后来看一看战况如何 先是VP入持率 Charles高居榜首啊 笨也不低 别问 入持率高的一定输的多 紧跟着翻前加注率啊 Charles高达33% 打的还是比较凶的 但是因为跟注范围太宽啊 所以也一直在输 今晚输的最多的毫无疑问 Charles水下26万5000刀啊 大本紧随其后水下8万 赢利最多的呢 比尔克烈 凭着连续的几手 赛特和葫芦啊 也是搬走了20万美刀回家 NK二波水上8万3 WM水上6万8 WM真的是开始赢利了 好 那么这期视频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如果大家觉得还算精彩 麻烦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